Hello 大家好 我是Wendy 抱歉最近更新有点慢 因为刚刚入职新公司 还在学习阶段 所以有点忙 这周末空了 正好追光霸哥哥播出第二季 于是满怀期待的去追着看了 结果看完之后非常失望 满屏槽点让人不吐不快 首先满怀期待 是因为很想看追光霸哥哥 为了对抗披荆斩棘的哥哥 会使出怎样的杀手锏 两个节目因为主题相似 所以一直都有火药味 去年追光霸第一季最大看点 就是哥哥们的油腻 而今年芒果台在批格里直接放话 禁止使用wink 地板动作等油腻行为 结果到了追光霸第二季 金星又暗讽 芒果台的做法才是真油腻 因为限制了哥哥真情流露 你该wink了还可以 如果你的身材也很好 你该动画怎么动画都没问题 舞台上就怕缺乏那种真情流露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还要再装的话 还要拿点偶像包袱上台的话 那是在真正的油腻 而且追光的制片人 在发布会的时候 甚至还内涵皮革里的劣迹艺人 霍尊和李云迪占用了微博资源 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些哥哥 都不小乖 不太会去微博上占用一些公共的资源 总之节目还没播出 就火药味十足 当然追光霸 哥哥本身的阵容也非常有看见 有童年男神张卫健 自带F4滤镜的吴建豪 然而我最最最最期待的是 这将是金星被封杀以后 重出江湖的大型棕立首秀 金星在节目里边有多敢讲 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简直就是娱乐图的质简易 我不怕得罪人的 那三道的范城城 我想回忆一下 我跑了 所以年轻的孩子们 一定要想要找自己的作品 对吧 蔡西坤现在很优秀 王一博我就知道他是 没有天天相声 我哪知道王一博呀 别怪姐姐我毒蛇 良药苦口利于病 毒蛇逆耳利于心 希望你们那个心眼 长得再结实点 然而看到正片以后 我简直傻眼了 因为金星的镜头 被剪到一秒钟都不剩 取而代之的是邓雅萍 今天是我们追光吧 21位追光者的触台 我特别让节目组 请出了一位 极具拼搏魅力的嘉宾 他是世界冠军 乒乓球大满贯得主 邓雅萍 一个题外话 大家有没有觉得 金晨的这个主持风格 跟菊萍姐姐一脉相扯 这里的花朵是孩子的笑脸 61这最多彩的节日 也是属于孩子 我献给电视机前 所有的小朋友 六月霍红的祝福 当然 我不是说邓雅萍不好 他本人非常优秀 圆桌派事隔两年 回归后的第一期 请的嘉宾就是邓雅萍 他其实非常欠谈 也很幽默 听他在圆桌派里边 侃侃而谈 当年打球时候的心理战术 非常精彩 在我们游戏运动员动作 剧情运动员我就不说了 日本的队的 特别夸张 按紧的 弄半天 你就不用管他 盯他那一下就行了 中国队的八球 特点是什么呢 前面动作都很小 然后棒一下 特别快 然后棒完以后的 假动作是有的 我们是迷惑你的 但前面那个 中国队不大错的 然而邓雅萍显然是不适合 追光吧这个舞台的 之前脱口秀大会 请杨岚来点评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这已经是 嘉宾不搭嘎的极致了 对我们观众根本就不在乎 只要好笑就行 没想到一山更比一山高 看完吴建豪的表演 邓雅萍的评论是 街舞啊 现在已经列入奥运会的项目了 对对对 所以街舞线事实上来讲 我觉得也就是一个体育项目 奥运项目 挺棒的 我觉得挺酷 张维健有很多情怀的东西 都值得聊 但邓雅萍只能评价 身体健康这首歌利益很好 我觉得这首歌选的挺好的 意义很大 我觉得现代的是社会 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健康 不过这道真不能怪邓雅萍 我猜他平时应该完全不关注娱乐圈吧 节目组请他来 大概率也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 毕竟正片开播仅仅三分钟 就已经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爱国氛围了 当时看到这一幕 我还以为自己正在看的是中央期的军事频道 节目组至今没有说明 金星的镜头为什么被剪掉 有文要猜 是因为为了配合金朗运动 要请形象更正面的艺人 然而节目没有了金星 真的是少了很多看点 这里给大家放一波 金星被剪掉的高能点评片段 我先说说谁呢 二十一个歌我得说一阵 先说说 小欧 这不节目叫追光吗 一进来我先看那个光啊 N多年明显了 我想你老婆这个样子嘛 啊 岁月不饶人 对啊说岁月不饶人 但我没想到跟你吓死的时候 杨忠我听过你一首歌是叫做洋葱 是吧 对 然后后来就凉凉了是吧 我挑问题啊 我挑问题 我直接说问题 去比 white 刷子 you may be more brighter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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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因为显得很暗 舞台很暗 啊 明白了吧 而且后边的舞者也是 black 第一句跑掉了 一张口 第二句好的 你唱的比跳的好 你跳这个样子太正常了 你不需要一幕导来征服我 明白 而金金的缺失 不仅让节目少了看点 也缺了一个解说流程的人 所以节目的内容推进得莫名其妙 开场的时候 没人知道各个入场 为什么都拎个箱子 为什么又突然间开始神秘的开宝箱 后场室里边什么时候出现了个送礼旗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些通通没人解答 看金星的微博 10月19号的时候还宣传过节目 那之后就只字未提了 所以大概率后面也不会回来了 除了金星的消失让人失望 节目的舞美 装发 后气 通通不给力 尤其是当节目放在 P级两节的哥哥后面播出 对比更加明显 大家知道 P级两节的哥哥在舞美上 可谓下足了血本 但是追光把出舞台 几乎每个哥哥背后都是那个大黄灯 而且看片头 后面的主题赛似乎已经录完了 效果也是一般 你们即将迎接五大主题公演 另外 节目的滤镜处理不知是怎么回事 有时候太重 让哥哥仿佛戴了假面 有时候太少 把哥哥拍得很丑 而且 节目整体色调也是变来变去 一会儿泛白 一会儿发紫 一会儿发红 看完后 真想跟后期团队说 能不能走点心 说了这么多草点 那节目有没有值得看的地方呢 我觉得也就剩哥哥本身了吧 刚才提到的童年偶像 张维健 吴建豪 还有吴振宇 都是又有颜值 又有实力 同时又有踪力感 你不做我们不敢做的 来来来 我们这样就红 你行吧 刚刚一样 How old are you 27 I'm 64 后面的表演 应该也是能打出不少情怀牌 除了老人 几个很有实力的新生代哥哥 也很值得被发掘 比如唱跳巨家的张奥月 还有实力唱将 迪马锡 总之哥哥们实力是有的 希望节目组后面能多花点心思 不要辜负了哥哥 也不要辜负了观众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一期视频 回归人物会讲何久 已经在制作当中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点评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Wendy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